随时清清白白 随时实实在在的获选 我想市民心中是有名法子 被问到国民党籍的新竹市副议长于邦彦 再度发文挺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林庚仁表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高宏安目前陷入诈领助理费争议 竹北市长候选人林冠年周四上午 还到北检角交高宏安遗社贪赌录音党 目前都还不知道他是要检举什么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一个我没有看到的东西 除了助理费争议高宏安还被爆料 办公室处理性贫事件有瑕疵 甚至有录音党流出疑似是高宏安施压受害人 不要外传消息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说有流出的可能真的根本一点 可能有一些跟公共利益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 那也造成最近我的助理们有很多的一些困扰 其实我在这里也感到相当的抱歉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黎智的助理 他有一些争议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我当然也建议说 让助理他们当事人之间可以来讲清楚说明白 对于高宏安频频被爆出争议 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宏 认为高宏安无法依法行事 不试任新竹市长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撑接到密报 新竹市有几条土地变更超过一百亿元 沈慧宏要柯文哲拿出证据 不要无地放使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王冠林 黄晏林 台湾新竹报导 将没有资格担任新竹市长